你这是给我压惊啊 还是让我心惊啊 你这是给我压惊啊 我告诉你 我汪金梁绝不会做那种 主管部署的事 参 参主 参主 您别急啊 属下肯定是相信您的 要不然 属下不能跟您说这些 现在外面是传开了 特别是挺进队的 那把学生军 参主 您可小心进队啊 不行 我得找范畜仙去 我得跟她说明白 这事跟我没关系 偏什么让我背背功 参主 参主 你别求你动我 你 我能把市里太阳 talking 不闻 你什么问题 我能做成了 这是什么 我能做起来 我能做出很多事 我能做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总司令她不出来 林副官 张秘书 我们要进司令 你们不去训练 找司令干嘛 我们挺进大队全体成员 请求司令严惩叛徒汪金良 为我们牺牲的大队长和战友报仇 大队长报仇 为战友报仇 别别别别 同学们别搞 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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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都能够 你们的大队长 就是我配林静航救出来哪 要不然 你们全都得死在郁城的陆上 还轮得到你们红口白哑的在这 栽葬解海 回面去 Benign 托链只有你一个人知道 不是你还能有谁 对 不能有第二个人泄露秘密 就是你 你这个叛徒 你说MP 你看她 你这里的叛徒 你看她 你看她 我是知道你们的图 但是我汪金梁对党国从来都是重甘义胆 你们口口声声说 是我泄露了口令 骂我是汉奸 那我还说是你们天津大队除了半毒的 想往老子身上扣死人呢 没那么容易 今天你们必须给我拿出证据 拿不出证据 老子也不是好惹呢 汪金梁 你还嫌杀的不够多吗 我们连小鬼子都不怕 还会怕一个叛徒的枪 给我打 快打 汪金梁 开闪啊小子 来啊 汪金梁 汪金梁 大人 不怕 躲起 必须 打 这 有时候 要 说 啊 有时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去吧 是 尽量明白 报告 进来 尽量明白 尽量明白 淑瓶啊 你是想接过你弟弟的枪什么 是 好 不愧是我范仲仙的女儿 张涵 余光 你们看到了吧 敌人是击不垮我的意志 吓不脱我的家人 昆盟 要 去把树梨的枪交给淑瓶 范淑瓶 我现在就委任你为 抗日挺进大队的大队长 昆盟 你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教会淑瓶收敛用枪 是 司令 在医院 我们真怕你顶不住 我知道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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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在日子上 您是陪云洛? 您是陪云洛权吗? 您是陪云洛权吗? 您是陪云洛权的 陪云洛权吗? 陪云洛权 你好啊 陪云洛权 固有重逢 真是受益匪浅的 粉丝想念呐 请坐请坐 好好好 您好 来 请坐 好 请坐 我这个人不大会讲话 固有重逢 开门天山 请讲 范将军在短短的十个月之内 在鲁溪北发展 壮大了五万余人的抗日队伍 大打小小打了几十场仗 收复了二十多个县城 尤其是在武汉会战当中 配合攻打济南 更是打出了威名 佩服啊 徐将军 刚刚还说呢 不用客气 怎么现在又夸上我了 我这个人 是个老实人 大实话 本来 发展鲁溪北的抗日队伍 应该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情 可是 就是这么一个天大的好事情 还是有一些人高兴不起来啊 有一些人 说您范将军重用我们共产党人 是跟国府唱对台戏 说您范将军扩大抗日队伍 是 拥兵自重 于是就在背后打黑枪 甚至 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像 我们八路军 东路黄河深入腹地 在禁忌鲁域 建立根据地 可是 在地方势力和官员们认为 我们就是在抢地盘 师徒有一天 要与国府分庭抗礼 其实 有这种想法的人 是大有人在 这些人知国家民族的威望与不顾 抠视心扉 自相矛盾 你就说盛弘历吧 现在 正在卢西北 搞 武装政变 其实他的心思 明映而连都明白 那就是司马昭之心 人人皆知 是啊 所以 前一次 郁光来找我 就是想和我们商量一下 下一步的对策 请测教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report 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信不信又能怎么样 总司令怎么安排 我就怎么执行 参主 这申主席和范总司令 都去了南宫 去参加军政联席会议 这会不会又有什么新的部署啊 这共产党在玩什么话上呢 温慧 这个问题 你还是去问他吧 张主任 张主任 是 班参部长 曹参谋 这么巧啊 司令不在 我担心城防部署 所以就过来看看 这没有错吧 这有什么错 参谋长经验丰富 还请参谋长多多指教啊 哪里哪里 我这点经验算什么啊 是不是 张主任 司令 这次去参加会议 你我留守 你主政 我辅助 在这一点上 我可是没有一点怨言啊 邦参谋长啊 你年长 我理应叫你一声 邦雄 我这个人喜欢开门见山 我知道你我之间 抱有政见信仰 以及处事风格的差异 但是现在国难登头 我希望汪兄 能够抛弃我们个人之间的恩怨和惩戒 一切以大趣为重 张主任 这话 应该我说才对 我是兄长 又曾经是你的上司 是 风水轮流转嘛 但是 我还是不明白 你们共产党 真的不应该怂恿总司令 汪兄 整个六区 我跟随总司令时间最长 我最了解他 总司令的胸怀与见谛 绝不是随便哪个人 能够怂有得了的 是 总司令比你我 都更有见谛 我想 这次他去参加会议 也是你们共产党牵线搭桥的吧 是谁牵线搭桥并不重要 关键要把济南 鲁西北的抗日武装 整合为一体 共同巩固这块抗日根据地 只要抗战能够取得胜利 我们可以牺牲一切 甚至自己的生命 好啊 把济南和鲁西北的抗日武装 整合为一体 形成唇王齿寒 相互依托的关系 汪某有种地佩服 可关键是 谁来主导呢 邦兄希望 谁来主导呢 老弟啊 这就是你的聪明之处 总是把扎手的问题 碰给对方 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邦兄 你我不是对手 哪里有把扎手的问题 推给对方的道理呢 跟整个鲁西北抗战大局相比 任何问题 都还重要呢 是 是啊 我真后悔 出席什么军政联系会 丢进了脸面 让范仲仙出进了风头 他与共产党打得火热 八路西北完全吃话 他竟敢与共产党合作 就是与我公开挑衅 我倒要看看 他到底有多大能量 朱仙 如今吉战敖的支队 已经投奔到了主席的麾下 属下认为 只要我们继续活动 下功夫 齐子秋等支队 早晚也会投奔过来 主席 这次整编 我准备把三十五个支队 改编成四个纵队 以二支队为核心 组成第一纵队 齐河 平阴 东窝 长青 黄河一线 有姚玉光 任纵队司令 以三支队为核心 组成第三纵队 防御高唐 清平 夏京 恩城一带 有齐子秋 任纵队司令 以十支队为核心 防御灌县 管桃 深县 蒲县一带 由张翰任总队司令 大家有什么意见吗 总司令 我有一个问题 说 这汪参谋长他 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之前 你总不能不让他工作吧 也是 张翰 你在纵队 支队 政工干部的实用上 一定要多加考虑 明白 筹备军政大会的事情 就有劳玉光了 让严明配合你工作 总司令放心 马上着手安排 玉光 一定 要把眼睛睁大了 把耳朵竖起来 明白吗 明白 好 进来 好 今天的会议就开到这儿 以你们大家 对各支队的了解 尽快地拿出 整编的具体方案 散会 是 盛锋利 到你那儿封关许愿了吧 沈弘历 你说他沈弘历 刚从南共开会回来 又跑林庆待两天 又跑三支队待一天 他这什么意思 这不明白的踩您胎吗 他是沈主席 我只是六区的专员 他有这个权利 他这次破坏了卢西北抗战的大好行事 那小人一个嘛 子秋啊 有很多事情 我们是无法左右的 天要下雨 那就让他下去了 像你我还有华罗军的一些人哪 在国家民族大业面前 我们是舍小义取大义 而他升红利呢 我把他救到六区来 他惊魂未定的 就管我要两个团 不是我不给他 他能带着这两个团的兵力去干吗 能去出风陷阵吗 有了枪支 弹药 大洋 他只能武装出 胡家虎威 气压百姓的兵癖 只能武装出 为他看家护院的家庭 那咱总不能 就这么严正正地 看他乱来吧 我不是说了吗 他是省主席有这个权利 况且他打着的是 整编我鲁西北抗日武装的这个旗号 所以啊 我们只能是制斗 制斗 子秋啊 你就算是不来找我 我还打算去找你 我是这么想的啊 你看 能不能 就他管你 要两个团的兵力这件事情成 可以做一做文章 范主仙自主整编 当上董司令了 简直是无法无欠 这不是 骑在我脖子上拉屎吗 主席请息怒 虽然他范主仙齐先一招 但是 主席和范主仙的博弈 却尚未分出伯仲了 范主仙在共党的授意之下自主整编 这是僵了咱们一句 既然他没有把咱们放在眼里 那咱们也不能手下留情了 咱们得给他来个解僵还僵 不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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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须要大勝負 你必須要求他們的弱點 我們要去帝國 你不斷在這個田地的負責 你不斷在這個田地的負責 電告魯西特委和魯西北抗日遊擊司令部 魯西特委並魯西北抗日遊擊司令部 居可靠情報 好 日軍由本土新增三個師團 與北平 天津集結 沿平漢 金浦兩路南進 令由武漢回市三個師團 邯郸 邢台 新鄉 洛陽 泰安 濟南 德州 守敵大增 囤積大量武器裝備 予絞殺我濟南魯西北抗日根據地之意圖一路端倪 望早做準備 報紙聯絡 一二九十 徐相前 好 馬上給徐將軍回復 來電已息 萬分感謝 待我不商定作戰方案以後 必定告知 恳請 給予協助 魯西北抗日遊擊司令部 總司令 范朱憲 看來敵人 比我們預料得來得要早啊 敵人不容我們在京埔 平漢兩線歇入釘子 絞殺在預料之中啊 請 賞民宿 有 立即通知各總隊司令 馬上到司令部來開會 是 喝一個 來 吃啊 來 謝謝 别客气 我这两天心里头一直特别难受 我听说青年挺进队死得很惨啊 特别是范贾公子 我还听说有人怀疑这事跟你有关 谁说的 他们都这么说 我找他拼命去了 别别别 来来来 坐下 我就说嘛 这绝对不可能的事啊 范贾对你跟你爹可是有恩哪 别听他们的 来 再喝一杯 一小时以前 刚刚接到友军电报 日军在京浦和平汉两路之间重兵集结 企图对我纪南和鲁西美抗日根据地 发起为剿 我首先分析一下敌人进攻的路径 一 东县强度黄河 沿铜柳路 辽卫路 进攻辽城 第二 以齐河为出发点 经攀殿过持平 进攻辽城 三 以德州渔城为出发点 经恩城 平远 高唐 博平 或与进攻持平的敌人会合 进而再进攻辽城 第四 敌人会从玉北的新乡集合 经 道口 华县 进犯 浦县 再进攻辽城 第五 敌人是以邯郸 形态为集结地 跨过济南 夺取 管桃 冠县 再拿下唐义 再进攻辽城 敌人进攻的路线 不外乎这五条 那么我分析 最有可能的是 第一 第二 和第五 敌人这样 可以在战术上形成 南北夹击 东西钳制的作战态势 以目前的状况 有军一旦被钳制 我军将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理论上讲 是这样的 只要敌人不进行大规模作战 就无法吃掉我们 但是 从这一次敌人在 京浦和平汉两路 重兵集结的情况来看 敌人很有可能 进行的就是大兵团作战 试图一下子吃掉我们 敌人希望打阵地战啊 那么阵地战也就是消耗战 就算是我们消耗得起人力 也消耗不起物力 宋司令 有骂命令 您就只要瞎答吧 散走 保证挺农之会 绝不擅自行动 苏总 绝对服从总司令的战术安排 阿总 一切行动听指挥 好 多亏渔辅 但是不至于渔辅到伸出脖子 等着小鬼子来看 多亏固执 但不至于固执到躲在城里 等着小鬼子的飞机大炮来轰炸 现在 我认为了 赶紧 新的价值 来 我认为了 并非 我认为了 不离 而我认为了 你 不离 你 不离 我认为了 对割纵队的具体要求和部署 诸位既然作为纵队司令 具体怎么做 我想你们应该懂的 慢点 主席 办妥了 办妥了 只是韩瑞丰对主席免去他四区专员 改任胜负保安处长一致 颇为不满 这个时候了 谁还顾得了他的情绪 姬展欧那边情况怎么样 委任状 少将军府 强制弹药还有大洋都已经送到 他也答应 召集联谊上军官开会 对 商量开会门庭的事 在我撤离之前 你给范祝贤打个电话 就说 就说我要去三区巡视 让他做好防务 主席的意思是 镇内有他的人 如果不向他透露点消息 他会猜疑的 另外 我也要向中央国民政府有个交代 是 大战在即 世事难料 我有一种预感 子秋啊 日军有你的防区 作为主攻方向的可能性极大 请总司令芳系 子秋回去 马上从持平 告汤 博平一线勾住共事 小鬼子要想从北线共战聊城 除非踏着我的尸体过去 我不担心哪 你誓死抗战 血洒将场的英雄气概 而是担心 你这种以死抗争的这种鲁莽 子秋啊 你不是冲锋宣证的战士 而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将领 如果一起用事的话 很有可能葬送 三宗的所有官兵的生命 可儿死量 要 子秋啊 你经历过卢沟桥的血战 从内战的惨烈 到我们这一年来的诸多惊险 你有没有觉悟到 日军无论从武器 装备 还是单兵素质上 都大大地优于我军 他们巴不得我军 跟他们在正面战场上 进行殊死相拼 而我们呢 就算是打得起人力上的消耗 也打不起武器弹药上的消耗 结果 可想而知 报告 进来 报告司令 张秋震的兄弟们说 省府的那帮龟孙子收拾东西 准备要跑 某儿 妈的 这敌人影还没见得 跑得比兔才快 景恒 到 把这帮孙子给我扣了 许队 站住 莽撞 胡闹 扣下他们不就成了我们的负担了吗 这群官僚胆棍 哪次逃跑不是为自己找好了冠面堂皇的理由 你们想一想 扣下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扣 有为一 Crunchy 你 请不吝点赞充 他是区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次清剿胜负难去 不如这样 坐 冯子良 当初您就不应该救胜弘历 舅塔那不等于引狼入室吗 救她是我的职责 不救是我失职 娶她不仁 但是不许我不义啊 行了 展姐也不许论她了 子秋啊 我告诉你 此次作战的基本原则 战而不拼 退位求生 动位坚定 无论我在辽城战况如何 只要我关闭了电台 就等于是向你发出了指令 那么你就带着你的三宗 向西撤至运河以西 周公河以北 马甲河以东 这一带地势起伏较大 沟壑众多 独立于日军机械化地展开 我军呢就可以寻找战机 运动间谍 总司令您放心 我一定挺您的 如若敌人来犯 我将且战且退 退至您说的指定位置 子秋啊 你还年轻 记住我跟你说的话 无论我在辽城发生了什么 你一定要把三宗 带至我跟你指定的地点 只要把三宗给保留下来 并且继续坚持抗日 就不惶迷雾 兄弟相识一场 念得要再早知 自求莫知难忘 曾子良 您下一步具体如何打算 如若我关闭了电台 不再与各个总队之间联系 就是为了防止敌军 截获我们的电风 破译出我军作战的基本意图 子秋啊 不知道张主任根本跟你说过 日本特务和罕见 已经渗透到我们的内部 假如我按照会议上的作战方案 做出具体部署 那么日军就会有针对性的 对我们进行威剿 还有从战区到省政府 对我要是有所指令 那样 那一件山红礼会干扰您的指挥 算了 不说了 记住我说的话 如果我关闭了电台 就带着你的队伍 到达我跟您的指定地点 带好队伍 各自为战 兄弟 拜托了 宗子俩 您保重 公公公 来 上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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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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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马上行动起来 总司令 在今天的会议上没有对各支队做出具体的部署和要求 这是对我们极大的信任 在去同城之前 我跟总司令会再聊一聊 把我们详细的作战和防御计划向他汇报一下 作为共产党的代表 我们必须要做到万无一失 至于疏散工作 拿出安置政治部 政干校等单位的具体方案 会后 特为马上召开 地方党组织负责人会议 专门研究 确定疏散地点 疏散地点一旦确定 马上上总司令汇报 并听取他的意见 不用向我报告 我完全遵从你们的意见和安排 方司令 我想知道 您如何转移 坐 诸位 坐 坐 关于我转移的方向 我已经安排好了 请大家不必操心 我相信政治部 也会在张主任 和姚副主任的带领下 能把这次的战略转移 安排得非常缜密 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 其实 就是想 来看看你们这些 真心抗战的共产党人 我这说的不是客气话 刚才张主任 和姚副主任说的话 我完全赞同 在此 范茂向大家道一声 辛苦 诸位 拜托